坚持传统是不容易的事 这位七年级女生黄竹艺 在面临长辈想把经营超过半世纪的油行收起来的时候 选择放下学业返乡接手阿公的老油行 而且保留传统用柴烧大灶去烘烤每一颗芝麻和花生 再做成麻油或花生酱 虽然制油的工序繁琐又辛苦 但他说能做好每一瓶油 就是他返乡之后最大的成交 一试成煮骨 真的用到前十年了 我现在用十年了 真的大家都够烤热的 我们这用糖的 纯汆烫的 吃原味的 都不用炒的 不过你去里面也是盆盆盆盆 它的麻油连我们在潮州地方 连夏天也真的不错 没有啦 别在那里面 那是你肩头拼不得不得 拼得到便宜 一碗热乎乎的猪肝面馅 总少不了麻油这一味点缀 带着淡淡麻油香和酒香 吃来味道醇厚而不腻 这股黑麻油香 是不少台湾人都熟悉的味道 想买黑麻油不难 但坚持古法柴烧的油行 却已经不多见 这是所有产品最重要的一方 就是烘烤 它的好不好吃 它的风味 都是因为烘烤产生的 灶里的柴火烧得正旺 熊熊烈火间 窜出的是一股浓浓的尺麻香气 那用柴火真的会觉得 跟一般直火下去瓦斯那种火 炒起来味道真的完全不一样 比较丰富的味道 而且它的气味上也会比较柔和 这股柴烧过后的特殊香气 在这间屏东潮州的老油行里 已飘香超过半个世纪 也是徐玉霞和黄族裔母女党 每天的生活日常 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妈自己 也能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它就是你一天没有去接触它 你的经验值就慢慢偏掉 因为每一季的柴 每一季的花生跟芝麻 甚至同一季的都会有差异 你一定要每天在这边顾 那个都要靠经验 没有办法拿温度计 根本没有办法标准化 真的很厉害 此心眼的老方法全是粗重活 样样都不像女人会做的工作 身材鲜瘦的徐玉霞 却都不夹他人之手 好 整天的 我们炒就是 芝麻 早餐吃完就开始一直炒 起火了 我小时候帮忙贏着早的火 小的 大的是轮不到五 每一季每一袋的油脂豐富度会不异 芝麻一样不能闷到 不然一样温度会让它再熟一点 对 它会太焦 而且它体积又很小 所以它煽得又要快 然后闷到它的烟熏味都会含在里面 出来味道会不好 从小看到大的老方法是阿公传下来的 黄朱翼的阿公打从十一岁开始就在做麻油 麻祖庙前面有很多游收间 然后他们以前就去当学徒 因为我们叫杀有没有 就是你不一定在哪一间做 他就是今天这一间有缺人 你去这一间做 那一间有缺人你去哪一间做 我阿嬷是在挑花生的 花生都是用人工挑的 然后他们就两个都 从叫来叫去就对了 对 减缺工 他们特别勤快 大家就很喜欢找他们去 然后叫不到还会骂人 然后阿嬷就觉得说 都已经就是结婚 然后生小孩 他们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出去自己创业看看 游行一开五十几年 大灶上仍吹蒸着葡萄味 烘烤好的黑芝麻要碾压成粉 才能再进蒸熔蒸熟 这是你一岁的 我妈也会让我们加这个 这有一个蒸汽 比较危险 这步骤有居行话叫做炊喉喉 喉喉喉就是说我们包一块一块 买油的那个料 它里面的料就是麻 是 这样 要提麻油的 它蒸的用度就是说 它这样 有法度把油摘出来 较好脂 口感也会较冷 因为我们如果太硬 这样 会这样鬆鬆 油脂不出来 就会没有菜脂 油的甘味里面 这个水器呢 它可以保护那个油 没炒油胺 这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芝麻蒸好后 再倒入模型压成圆饼 外头还要套上钢圈 快有重量应该不行 真的 大概有 有爆炸 可能会有八公斤 八九公斤 虽然现在部分的制程 以改油机器取代 但大部分的工序 还是没法透工 随着机器缓慢推压 一滴一滴的黑麻油 也慢慢滴落 通常三百公斤的黑芝麻 只能炸出一百公斤的麻油 这个步骤就是在压子 压子 压子就是在把它 藉由我们油压机 把它慢慢挤压的过程中 把芝麻 这些粉里面的油 给压榨出来 那这个过程都是常温 所以大家说冷压 冷压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压榨中 不会产生任何的高温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冷压比较好 冷压就是 因为我们过程中 没有产生高温 所以不会去破坏 让油脂去过度氧化的情况 它最麻烦的就是要等 就是要等一天 等它自己在那边慢慢压干 接着还得沉淀十四天后 才能装瓶上架贩售 这过程黄竹艺不嫌麻烦 怕的是老油行 用心做的油 别人看不到 那时量产的精致油 充斥市场 传统制油被压缩生存空间 甚至还让油行出现负债 那时候他们在使用经费上 调度上比较不好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超困难的 就在想说 我妈很好笑 我妈还说做一天算一天 她不敢让我们知道 可是她自己每天都很担心 因为真的她存折里面都没有钱 最惨好像才剩下十几块钱 都完全没有钱 都完全没有钱 然后就很感谢我外公外公 他们真的是都是 他们在种田 可是他们有空的时候 他们都来帮忙 送货 我外公甚至还为了要送货 去考驾照 游行经营困难 妈妈仪式计划着 在她和弟弟大学毕业后 就把游行收起来 我把它当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就是你不会特别去想说 这件事情是非我不可 但是你又很习惯 你都会做 这些事情都会做 但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会需要去抉择说 我做它才会继续存在 我不做它就消失 好像这东西不见 与否跟我的决定有关系 那时候就开始挣扎 我想说完蛋了 因为我弟弟已经表明说 他不想做这个 那时才十九岁的黄竹毅 还是长庚大学生物医学系的 大二学生 但他却决定放下学业 因为它有一个温度 那里面头头会温 会温温 会产生水气 这个是镜头肉还是台湾的 台湾的 这个云嘉平原的花生 我们现在还特别有买到台东的 自然农坝的花生 回到潮州 他一边念食品科学系 一边分摊流行种担 像是这烘烤好的花生 也不能直接磨成花生酱 得先用机器脱去外皮 一次不够再一次 接着才能磨成细致綿密的花生酱 这过程中不添加任何油 糖和香料 那因为那个花生本身 油脂含量很高 它去研磨的过程中呢 会产生一些热 热度上升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 水冷研磨的机器 它才不会说温度很烤 它这样也会变成 这香气浓厚而黏密的花生酱 是黄竹艺这几年 因应市场研发出的产品 此外它也改变油品包装 经营网购市场 也公开制油过程 拍成影片投上网 除了坚守自己的本分之外 是让更多人去看见这些农民的辛苦 然后让更多 比如说 现在还在学龄的孩子们 或者是在家里自己会煮饭的人 他们想要去了解 这些作物怎么来 这些食品怎么制作来 他们对于真实食物的味觉的记忆 可以从我们这里开始推广 但不变的是阿公传下来的制油方式 和可以自备容器上门打油的人情味 就算只买五块钱的酱料 它也卖 你可以带罐子来称 来 谢谢 谢谢 从当年跟在妈妈身边的小跟班 到现在变成独当一面的黄老板 黄竹一努力扛起老游行 不只是传承 更把阿公传下来的老招牌 给重新擦亮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淳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